这里作为端午节生意的重要组成部分 黄石西赛神舟会掀开了他原始古谷的神秘面纱 2013年端午节寻宝来到了这里 能够找到见证了这段历史的宝贝 5月5日50的青铜记 它能驱毒治病 居然曾经用过的气垫 全国唯一的一件居然的雕像 用价值50万的乾隆汉白玉换来的增龙生雕塑 换了一个歌宝 祖传的乾隆发廊彩瓷器 看似不经意的盆景 它为何成为明星斗宝的重要砝码 两亿人民币 谁将拔得头筹 谁又将笑到最后 精彩即将呈现 明天新宝文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廊彩瓷器 特别节目 大家好 说到端午节会想到一个字 豆 赛龙舟 豆白草等等 所以今天我们要豆一下 不光是我们的藏有豆 我们还特地请到三位明星一起参与豆宝 好 我来介绍一下第一位歌唱演员程琳 今天这三位呢 在我们皇室当地找了很多藏 有很多藏品 今天呢 叫一豆高低 各位 你们是想文斗呢 还是想武斗呢 这还带动手呢呀 算了咱们是文斗吧 文斗和武斗呢 是端午斗草游戏的两种具体形式 武斗呢 是小孩的玩法 实际上呢 就是选择这个很坚韧的草叶 两个人啊 把它套起来拔 文斗呢 更难了 一般呢 是知识分子 尤其是大家闺秀 喜欢玩 实际上呢 就是利用这个植物的标本 来进行对仗的游戏 豆宝第一关马上开始 我们有个主题词 来看一下 真强啊 我们来看第一件藏品 大标准备的朋友 大家好 哎呦 杀我一跳啊 您介绍一下您这个藏品吧 这是我师父啊 这个拿这个清代的 这个汉柏玉换来的 当时那些价值有多少啊那些 这些是五十万的 五十万 我说你用那么好的东西换这面一个石器坨子 太不值得了 我看着发呆 没什么的名堂啊 你觉得师父换错了 我说师父换错了 他说你没眼力 你自己好好琢磨 我一看呢 对着这个石坨子看呢 是曾龙生的 曾龙生的作品 哎呀 我说换了一个国宝 这是国宝啊 哎呀 国宝 这是谁的藏品 几位 这是我们队 我成家拉弯的嘛 我也先成吧 你们一家子啊 当然了 我不来他不来嘛 哎呦 你这成家子 你们把这个皇室的国宝给搬来了 我们成家的兄弟啊 他说这是国宝 是他说他这是国宝 你是一个很有立场的人 我可以问一下 他是单眼皮还是双眼皮啊 你想双眼皮他就双眼皮 像单眼皮就单眼皮 他可以变化的 他看人 这个美女是双眼皮 这其他人就是单眼皮 这个是什么时代的 什么时期的 这个民国的 民国的 这个时期以前都是单眼皮 以后都是双眼皮 达伯是西方来的嘛 他应该是个很外国人 很印度人 印度是西方啊 有没有方向感 很假的 太老了 太老了 伙计大了 对 他不像是印度人 是真品的概率为50% 来 有请 底下有个款 是曾龙声造 曾龙声是民国时期一个雕塑大家 他医生就是专做这种佛像 注重于雕塑的人物的面部的表现 那么这个面部表情我们看很细腻 这个毛发一根一根都表现出来了 而且打磨的这种内心的世界 面壁十年重成重正果 应该是个真实 类似的一件 大家可以参考 2011年的6月21号 北京的长峰拍卖 它的标价40万到50万 那么你这件东西呢 我看呢也不亚于它一件 那么经过这几年的 对这些东西大家追捧 价格都在上涨 看下件藏品是什么 来来慢点慢点 哎呦这个东西还不轻呢 说说这件东西的来历 是这样的 我的职业呢是一位歌手 有一次去那个边疆演出 旁边就有一条那个古玩街 结果走到一家古玩店呢 就看见你这尊佛 我就问那个老板 因为我本身是姓佛的 他说是藏藏佛 后来呢我就跟他讨价还价嘛 我就说我想把他请回去 我就花了我将近一年的这个积蓄 多少钱 大概有 那不是你小时候说 多少钱 20万 很古老的佛像看看你肯定会觉得它很古老 其实不一定的 所以买佛像我觉得一定要小心谨慎 刚刚你悄悄的说花了一年的积蓄 所以我挺替你担忧的 是吧 有可能是真的 为什么呢 有可能是因为他也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迟 迟 对 几个专家下来看一眼 专家很有点那个侦探破案的感觉啊 看你发现什么蛛丝马迹 从这个造型上说 应该叫无良寿佛 造佛呢 他有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 他不是本地去造 他的所有造佛的人都是南亚 尼泊尔不丹人 所以他这个佛像呢 他制造的跟他们的当地人呢 是很相像的 看这真佛像的面目表强呢 他这个形象呢 应该是汉地人 就是当地人 但是实际上呢 就是南亚人 他这个五官形象呢 有点欧洲的形象 和这个形象呢 就不像 尤其明代的永乐的那个佛像 他这微闭双眼 但是一条线 你这个是已经带弯了 特别是他后天的那个款 大明永乐年师 应该刻在台子前面 而是刻款 不是住款 它是住的 这件东西 实际上应该是 现在防备 没事吧 没事啊 你已经花了这么多钱啊 但是我觉得 请个佛像回家 主要是求吉祥和平安 谢谢 拜拜 有请这里藏友 来 谢谢 这是什么东西 我们介绍一下 去年的时候 我到那个 一个石头店 就看见了这个产品 然后我跟老板说 老板 给你买个石头 把这个 搭给我 老板说 那你多买几块吧 多买几块 我就把那个送给你 一次我就买了三块 他就把这个扁平送给我了 三块石头花了多少钱 两万多块钱 你走了之后呢 第二天一去看呢 那又放了一个扁平 应该不会吧 看上去有点心 就是感觉挺像心子的 你觉得是什么时候的 昨天刚说 郑林我告诉你 瓷器之所以它这么有价值 就是它历久弥新 哪怕是这个 后周的瓷器 它看上去也像上周的 所以这个 你看上它 它心 它并不表示 它就不一定是老东西 我们 一方是 仲在参与 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我们要有信心 你不但是 石头的这个专家 你可能对于这个瓷器 也许天生 有一种直觉的 是吧 瓷下去的对 瓷下去的对 好 颜色浮出来的话 应该 就不是真的 哎 拿着您的脸皮 有请邱老师 这是一个青花的双刺耳 扁壶 这种式样呢 流行在清代晚期 啊 但是它下面写了一个康熙款 是不是康熙呢 啊 这种式样 刚才说了 已经 不是康熙是流行的 啊 那么我们看这两个 潘翅龙的耳朵呢 感觉 远处一看 感觉的很生硬 啊 这个太夸张了 没有把它 做得 很这个贴切 在上面 再看一看 它的绘画呢 感觉的沾水啊 层次啊 交代的不清晰 模模糊 混在一起 啊 同时呢 我们看这个青花料呢 是停留在表面上的 没有下到胎里去 就说这个 从它的气形上看 已经不是康熙了 啊 绘画呢 青花呢 它是漂浮的 而且这个料呢 是现代的一种 化学的一种 电脑配品来的 啊 东西呢 哎 也就说是上周的 啊 哈哈 谢谢老师 可以拿过来 你们还鼓掌 你这 上头上撒盐 你看 这个东西 付了五百年以后 赢不成 哈哈 那这一轮 比真假不用讲了 两假一针 风起零云 我呢 好 那赢了 拿个小粽子上来 这是真与假的较量 居然的雕像 全国唯一的一件 一件富有传奇色彩的 纠账 居然全你用过的 吃一件 就是居然当年 佩戴的那把剑 喜欢你们这种 说大话不含糊的精神 这全账 居然用过的 宝剑 居然用过的 来自清宫造办处的 和田玉牌 二百多万吧 精彩 即将呈现 那刚才是比真假 接着下来呢 不比真假了 我们有个主题词 来看一下 居然 端午就想到居然 你们这些藏品呢 要跟居然有关 要跟居然生活的 那个年代有关 来 看 第一件藏品是什么 拐棍啊 来游戏的女朋友 这位大师 感恩从何方而来呢 居然的 看大家了 祝大家 当劫节快乐 不当劫吗 专劫节 这不纪念居然吗 见到居然的化身了 居然 取得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丢杖 又叫船杖 这一个船是富贵的象征 一般人可没有它 我明白了 这是居然当年使用过 居然用过的权杖 我问一下 这是哪个对着藏品 又才对着 哎呦 恩太 你从哪儿挖 就这么神人一味啊 说一说 居然权杖的来历 在北京 一个拍卖会上拍到 这个中间这个杖 是最后复制的 只有一个头和墩 三十万 三十万就是一个头 一个底下 对 这个就杖的纹路来说 它是战国时期的纹路 那是不是居然的 我就不知道了啊 这个头来说 我希望它是那个年代 我希望它是真的 这轮子你看啊 一定是真的 他们都符合你啊 一看到这个权杖呢 先不说是不是居然当年本人用过的 但只要是那个年代 在战国时代的这个纠杖 包括一图和一尾 那那个时候用的那个人 就是很了不起的 当时的那个 一种精英阶层的代表 对 所以某种程度上 您说的是对的 它就是那些个屈原用过的东西 用得非常好 是那些个屈原用过的 这不错 那您拿着这个权杖 让专家看一看 好不好 好嘞 来 为什么说这个老人用杖 上边要住一个这个鸠呢 这是有讲究的 古人认为啊 这个鸠啊 是不噎之鸟 这个鸟吃东西 它从来不会噎着 你看它嘴里叼着一个食物 兜楼它就吞进去 那么老人呢 吃东西啊 经常咽 所以呢 认为用这个鸟 给老人做杖头 有一个住院汤 健康的意思 您这件鸠杖啊 这个鸠头和这个墩 这两边的这个东西 塑金银的工艺 应该是战国时代的 楚国的东西 但是呢 跟这个屈原呢 还是有一定距离 但是同国度的时代 那个时期呢 你楚国有个规定 这个鸠杖的使用者呢 要在70岁以上 屈原呢 他活的年呢 是68岁 没沾上这个荣耀 没赶上史鸠杖 这个国家把这个 搬给你了 是敬老 相当于咱们 现在老人证 而且呢 还有法律豁免权 汉朝的时候 有明文规定 这个持鸠杖的人 不能下狱的 这个过去的古人呢 寿命都比较短 活到70岁呢 就是长寿 70岁以上 所以说呢 这船市或出租的 这个数量 很少 请问专家 拉到现在他的家庭 我觉得拍摄的价格 应该跟那差不多 真的 他是谁呢 来 有请这位藏友 您这个是 居然的雕像 十万公仔 这个东西怎么来的 我是一个学生嘛 他是我自己花钱买的 为了买它 我去了五次古完成 我最后是 以一万块的价钱买来的 一万块钱 你还上了学 我一直在上学 我打了一年左右的工 一直做兼职 攒的钱就买了 居然的这个雕像 也是那句诗 就例着我这样的 路漫漫齐修演习 只要你一直坚信的 你能够做到 你就能做到 其实我觉得我也可以 找人给你雕一个 我卖你五千就可以 不对 全国只有这一尊 十万的这个雕像 十万公仔 就这一尊居然的雕像 安泰 来竞争对手了 这是居然的雕像啊 我觉得没有他想象的 那么贵吧 也许 这应该没那么贵 你觉得应该值多少钱呢 那 呃 我不好说 说吧 一二三多少 没多少钱 没多少钱是多少钱 一二三说 大概也就是 呃 你可急死我了 啊 七百块吧 怎么会 不是钱的问题 这个孩子 他表现出了对这个诗歌和这个屈原的这个人物 这个历史的热爱 他打工 挣了这么多钱去买这个东西 我们应该为他鼓掌 因为他有一种毅力在坚持在支持他 不是金钱的关系 十万窑呢 是以雕塑人物为主的一个窑纸啊 在清代晚清时候特别兴盛 一直传到这个近现代 那么这个东西确实是十万窑的原项 下面有个印章 应该属于一个小名家的 但是看不清楚他的字 就是以手工雕塑瓷尼去源那个神态 啊 和他表情啊 表现在非常的真实和生动 也是个很好的雕塑品 您看有多少年了 这个应该是近现代的 您要付价格吗 嗯 价格呢 他说一万块钱买的 按照现在十万窑的价格啊 也应该增值一倍 好 买的还增值一倍了 哇 宝剑 有请这一场友 这把剑是我们家的传家宝 是我们家祖传的 嗯 楚国时代的 楚国到现在也几千年了 怎么能是算是传家宝呢 爷爷的爷爷的爷爷 反正就是很久就行 嗯 嗯 当时传下来的时候 蔡爷爷就说 这是楚国一个贵族的物品 然后后来我和爷爷 与一些藏友 嗯 研究 嗯 就觉得这就是属原当年佩戴的那把剑 我就是喜欢你们这种 说大话不含糊的精神 起源于我的剑 想专家看一看 青冬剑呢 最早起源于商贷 当时呢是一种权力的象征 短 比这个短 春秋战活以后 呃 这种分离来讲 直接能刺伤人 哦 哎 它不是摆设 这个年代呢 应该是跟屈原同时代 但是并不是屈原本身配戴 这种剑在当时来讲 就是说稍微有一定的 就是身份的人 都有 都会 哦 哎 呃 精美的 要香 要在饼上 饼这个头上香宝石 哦 那这个 这种剑好估价吗 呃 呃 这个素面呢 没有镶嵌 对 呃 属于这个价位呢 属于比较中大 呃 参考价位应该在五十万元以下 四位专家 你们马上合议一下 刚才这轮谁能胜出跟屈原有关的这个藏品 来 你们商量一下 我们用历史的眼光 从跟屈原的时间空间关系来看 跟屈原最近的宝物 还应该属于这柄铸杖 生活与代 好 那我们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呢 也有一个主题词 来看什么藏品 来 你好 你好 哎 有这是 嗯 就是一块翡翠和两块玉 原来造搬树的 这一块有黄石两个字 就是比较有特色 他不是黄石两个 他写了一个紫钢啊 是明朝这个著名的一位卓裕的大师啊 对 多少钱买的 大概两百多二千 两百万 两百万 哇 那这个今天万一要见天不是 三块都是真的 但我比较质疑 玉啊 不是那么容易被淘来的 尤其那些个 那个有故事的这块玉啊 这三块放在一起 某种感觉缺少了某种主题 好好好 行了 请专家看一看好不好 您这几块东西拿上手和看这个图片呢 效果不一样 对 拿上手啊 有一种通明感 有一种质感 那么这两块玉啊 白的啊 那都是和田之料 而且呢 它如枝如玉啊 它这个玉啊 像人的肌肤一样 白的 有一种油质感 像这一块呢 翡翠 绿的颜色 呃 应该还是可以 因为它是挂点 不是首色 不能以首色的颜色来横亮它 它这块是老根 冰种 上面的这个穿的东西 上面这块红的 是碧锡 宝石 红的碧锡配 绿的翡翠 红花绿叶 那个谁有紫缸呢 那真是树紫缸 再说紫缸 前面是吊两个寺鱼 是双胶堵书 大桥小桥 背后呢 是一艘五颜的极曲 你说上面有黄石 不是 黄石略 不是洛茨堂 所以 您这几块东西 应该清代中期的 一排的架是多少 大家可以写一下 好 来 成林 请翻牌 二百五 二百五十 这恩大写了多少 二十三 二十八十了 金家 哎 少写了个一好不好 少写一也没有他写过呀 他都写了二百五十万 他不一样 所以我写了个八十万 哦 你觉得要客观的说是吧 对 这一路东西 我认为 目前的价格 您刚才买的 应该是 在 预雕最高峰时期的价格 但是 这路老的 雕风好的 材质高的 这些东西 他慢慢的市场的潜力 会发展出来的 深水还会超过你自己的钱 你放心 哦 这是智与价的对决 这个大价钱 我也不太方便说 祖传的乾隆 发朗彩瓷器 祖众老万了 这个年纪还没有你大 看似不经意的盆景 他为何成为明星斗宝的重要砝码 两亿 人民币 他能否在斗宝中胜出 悬念 即将揭晓 有请这位朋友 欢歌好 主持人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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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气 哎呀 派心一派一面 终于把你派来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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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捏得我手中 我这个场面上 是青草 乾隆 欢迎 家里很多这样东西 家里有三件吧 有三件 嗯 这件东西不是瑞瓷拿来看一看的 这个东西是五百万吧 你们信吗五百万 啊 不信的股长 哎呀 你不真是 搞我新娘的 我被他的气势给震到了 因为他上来就说五百万 我就我就开始有点怀疑了 怀疑这东西不对 是吧 我觉得是五百万 这真是有点悬 绝对不是厌疑 哦 五百万的话 我觉得可能会打点车吧 二百五啊 这么好的受伤 哎呀 打五车 人家没说打五车 你自己要打五车 不是打五车 哈哈哈哈 我 你俩是一队的 不是是一队的 但是我也不会 哎呀 这个队长 太客观了 很抢原则 队长对你没信心了 这东西最多也就二百五 好 来 万家见地 行吧 来吧 这是一个乾隆款的画法郎的山水 双寿尔尊 这种尊的造型啊 确实乾隆时期有 啊 那么你这个画的又是通景的 整个转程的通景的山水 从这个形制来说啊 是乾隆时期有这种样 如果真是乾隆的这种大剑 法郎器呢 五百万是保守的 啊 那就是十倍的加强 别着急 你别着急 但是 哎 邱老师还没但是呢 首先 这个胎呢 下面 这个圈足部分一个斜的 大斜角 这个说明什么呢 它是个 胶筑的模具 胶筑的胎 不是手工拉出来的 另外里面的很多材料 我们一看 和我们乾隆时期宫廷 如意馆画师 所提炼的那个法郎材料 有区别 而且这个料呢 没有质感 另外关键 我们看这个筋 啊 这口部的筋 和两个耳上的筋 就是化学筋了 中间四个字 福寿康宁 听起来好像这个是祝寿用的 但是做的人他不知道 福寿康宁这种款 是在明代晚期 赔账用的 这个官邀器写这种搓眉头的字嘛 那么我们再看这个宁字 错别字 既不是繁写又不是简写 这个是错别字 不会是宁品吧 还不会是宁品 这就是宁品 而且这个年纪还没有你大 我把这个产品拿不来 能拿还能拿了吗 好嘞 来来来 谢谢他参与 谢谢 好 来看下件层子 这是什么呀 有请这一藏友 我今天带来的宝贝 你看看 这是什么 一块烂石头 不是 盆景 盆景和烂石头 你不懂货 我不懂啊 你是跟谁一队的 你是用菜 安太 你在黄石转了这么好几天 你就找这么 这怎么叫烂石头呢 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宝物 我们听我们这个藏宝人来介绍一下 有眼光 这个最高峰 是我爸爸收藏很多年的 一块哥伦比亚的独母绿圆框 独母绿啊 对啊 这是独母绿啊 哥伦比亚的 就上面这一块是吗 对啊 就是这一块 你摸摸 染的多好看呢 才不是染的 真的 真的是染的 对 我今天真的很开眼界 陈琳老师 我很喜欢你 谢谢 我宝宝也很喜欢你 谢谢 一定要说好话 谢谢 我一定要说好话 我看着它这么鲜艳的颜色 不是一般能做出来的 我感觉是真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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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静明家 恩泰秀才啊 我觉得这把你肯定赢了 你们怎么都支持它 还是要听专家的 听专家的 的确 这是一块 哥伦比亚的 祖母绿宝石 真是啊 刚才 兄老师和我 都用灯光照了 颜色浓烈 透明 里边还有 类似于 蝉叶纹的细细的叠纹 这种颜色 在西方人看来 它是绿里边的 高端的 最高端的绿 叫Grandom 是吧 那个叫祖母绿 这个祖母绿 而且呢 里边杂质很少 这么大一块 原式块 那么 应该说呢 终点超过200克 克拉的 一般来说 是不降雕刻 这一块 上面的 哥伦比亚的 那个祖母绿 来说 来说 价值是不费的 好 三老师 谢谢 我们先恭喜一下 各位常友 这一轮我们猜价格 在专家没给出价格之前 三位 有小低板 你们给这一块 盆顶上的祖母绿 估一个价格 一二三 哎呦 我天 一点五亿啊 价钱给的公道 等会儿就拿 你拿走 一点五亿你拿走 郑林 看你的 你为什么不写高一点呢 我一看想写五万 然后想五十万 我一看他们都写得那么高 我又加了一个零 云太亮牌 一二三 两亿 人民币 我想说一下为什么啊 因为我自己主持的一个节目呢 最近呢 带来了一批宝石 那个钻石 非常小 但是当时的专家告诉我 每一颗那样的钻石 就可以超过上百万的价格 那才几克了 他这几百克了 那几位专家 刚才呢 他们都给了这个价格了 觉得种肯吗 准确吗 这个价值呢 也很难估算 相对来说啊 呃 陈敏老师讲的 比较客观一点 这种东西呢 你如果加工成成品的话 做出来以后 你只要看它的具体的东西 因为一做呢 带一点终于的味道 它一倒下去 里面是不是还有柳列 知道 它肯定低等的竹目论 够不上吧 第二等 第三等的竹目率 以钻石来比较 钻石 大致上 几万一颗了的话 那么 比较起来 就在陈敏老师 讲的这个数字上 或者上下再滚动一下 那这一轮呢 猜价格比价格 价高者胜 安太 虽然说 比你的两亿距离还差了一些 它依然高于他们两个 所以恭喜你这轮获胜 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呢 也有一个主题词 三位 拿这个藏品 要跟端午节要密切相关 我们来看第一件的 有请这位朋友 介绍一下 您这是 5月5日5时的青铜镜 它是5月5日5时建筑的 产至唐朝 然后呢 这个镜子呢 我小时候特别爱生病 然后奶奶呢 就在朋友家 看到了这个镜子 它呢 有特异功能 驱毒治病 而且呢 能够保佑人平安健康 所以呢 奶奶呢 就求的这面镜子 保佑我平平安安 就是拿着镜子回来 你就照一照 就没病了 差不多 不信你试一下 唐朝的美是一种大美啊 比如大桶镜 洗澡的时候 一看 整个身体都照着了 这个镜小 如果它真的是唐朝的 它当时它只能用来体验 唐朝的时候都是美女 都是比较丰满 这个就有点小 有点不是很有说服力的感觉 来 有请 这个确实是有点小 我也是第一次见这么小的空景 尺寸比较大的 是属于 是属于搁在书章台上照的 这个是鞋带有的 你想这样 这么大镜子 戴上前 那叫护心镜了 对吧 那是打仗式的 那么随身照一照 还是这么点小的方便 这个镜含细量高 所以它出现的颜色 像银一样 我们称之为叫凉银贝 这个特色就是唐代特色 五月五日五四 十一年中间 阳气最旺盛的时候 所以唐代在五月五日五四 开如注镜 这个时候做的镜 它有一种 虚鞋正腰的作用 您这个小中间大 小气大样 这个价格在三十到四十万只 来看下件产品 你这是什么东西 这白纸烙龙灯的一个西瓜台 干什么用呢 我们这个西太山这边 每年就是有这个龙洲节 就是每到十种子的时候 和这个龙洲下海的时候 这个拿出来 把这个放上酒和放上熊黄 它起一个辟邪的作用 这个是装熊黄酒的 这个怎么那么像 就是我小时候装白糖那个罐 长得很像 难能可贵的是 它能够用这种活生生的形象 把我们的这个节日当中的庆祝 再现出来 那个年代是没有照相机和DV的 那这个东西就是一个保存的 有实在价值的东西 邀请 这个罐子呢 我们俗称的叫瓜罐 像个西瓜一样的 流行在晚清时期 特别民谣 大量的都是出现这种 诗样的罐子 当然你这画的是粉彩了 粉彩的这个内容啊 很丰富 大的主题呢 这部分是赛龙洲 这是童子啊 英系赛龙洲 这就是五月端午日的活动 为什么儿童要去赛龙洲呢 就是都希望我们的子孙 要上进 要力争上游 所以这个故事啊 确实是代表了 我们五月端午的 一个庆祝节日的盛况 东西应该是苹果 在地方特色明显的海选现场 寻宝专家 有着许多意想不到的发现 罐子吴瑞福 这次寻宝活动的瑰宝 是当人不让的 海外回流的珠珊八有瓷板画 大价钱 我也不太方便说 和民国红线瓷器对决 谁将是真正的赢家 精彩即将呈现 好 来看下件藏品 真漂亮 谢谢啊 我说这裙子 谁这么做呀 真是浦华的 浦华的 我爷爷小的时候 总是哭到不止 有一次去朋友家走坊 然后在那留宿 然后我爷爷就 就看到那个五月图 然后就停了 就你爷小的时候 就看到这幅图就不哭了 对 你小时候哭吗 我小时候 家里小孩一要哭 看着就不哭了 估计是有这神奇效果 试过吗 没试过 它里面有十六花 尘埃 就是五种植物 我们经常在端午会 会拿来熬水洗澡的 因为它跟五毒 不是相生相克的 区区鞋 区五毒 看了之后就会震住 但是这个是不是真的 我还真不知道 它很贴近于端午 这个我很认同 但是 这位美女的爷爷 小时候能不能见到这幅画 然后就哭了 这个 我以为他很严实 它不一定 就是能当真 是吧 对 放了下面 放了一个糖 他可能是因为别的事 他不哭了 还有呢 可能是你爷爷当时既差了 是另外一幅画的 我总觉得这幅画 看上去很现代 不感觉像一个 特别特别老的东西 邀请 端午节是卫生节 这个大家找了好多 有利于环境卫生的这个植物 悬挂在门前和居室内外 来驱邪避跪 这里边呢 有主要的仓谱 这个大叶子的叫仓谱 为什么用它呢 一个是它有味道 还有呢 它长得像宝剑 挂在门外 那个鬼就不敢来了 所以过去传说呀 这个东西能指小孩哭 就是因为它把鬼吓跑了 确实有这个说法 其他的呢 还有这个爱叶 还有十六花 龙船花 大蒜 这个是把大蒜换成了枇杷果 也是差不多的意思 作者呢 大名鼎鼎的 晚清海派大画家 胡华 他的画呢 大气磅礴 不修蝙蝠 性比为之的作风 不是很精美的 但是很好放的 这张画是真迹 还有 谢谢老师 市场价位呢 应该在二十五万里 场品呢 看起来都不错 但是呢 只有一位能胜出 几位专家 马上合议一下 根据文化价值 历史价值 经济价值 唐代的 那个小静 为 胜出的 一件 好 一了一了一了 两位 可以反败为生 起码可以打平 是吧 咱们这样 再猜一轮价格好不好 给你们一个反败为生的机会 好不好 好 来 先看下件层比 是什么 四角 来 有请这位层友 来 直接报道 专家评委呢 这位是 我女朋友 这四幅吃饭花 是怎么来的 叫着去台湾的时候 从一个大厨房家 你手中花 高价买来的 然后就送给他 送给你了 我女朋友 当时觉得 这个 我觉得这么有钱 不送我房子 不送我车子 干嘛 送我四块磁板花 我看的这个东西 不是汪野亭之手 在那个2012年 那个北京保利 一个秋拍 汪野亭和王岐的 一共六块磁板花 当时拍的成交价格 是三千三百多万 我说这个东西 肯定他 很值钱 你有眼力 对 你们俩结了婚 这东西也就 起码有一本是你的了 是吧 是 是 真的 希望他俩好下去 但如果不是真的 我也希望你们过得美满 这个汪野亭呢 属于珠山八有的领军的人物 就是他是数一数二的 他的最拿手的就是画的山水 像汪野亭 他的山水画水准是很高的 像这一组画 应该说呢 已经达到了同时代文人山水相应的水平了 所以呢 即使不画在四百张 也应该说呢 是大神 这四张画呢 基本上从流派上来说呢 是继承的 清代正宗山水的面貌 也加了一些海派的风格 就是呢 在层次和在这个色色上呢 更加立体和浓艳 四个四季山水瓷板挂平 挂好以后啊 有些地方呢 要加玻璃白的 透明的一种 除料 加上去一看 我们侧面一看 真是具有种玻璃 是感觉 给人感觉像个立体的 又像油画 那活了 有层次的 所以他就是他的真迹 真的啊 真的 哎呀 那得值多少钱呢 那 好 成立 看看你起的价格 这样 换 来 一百五十万 我还少五十万呢 越给越少了 看看他们这组的队长 一安排 请翻牌 啊 三千万 漫天要价 谁敢说是吧 这价格是主观的 你碰到一个爱这个话的人 没准备就是三千万 来吧 这价 先说一说 2011年的 天津文博的拍卖 啊 秋拍 有这么四富的 汪远行的 四七三十 开了一千八百九十三万 小伙子 你是个乘龙 快去 你有别墅了 有房 有车了 接下来呢 我们看看 季敏佳和成林 带来什么样的藏品 来 什么东西 来 有请这些朋友 好 你好 你上来 你这么喜庆 这是过节呢 那是过节 难得的 当午节快乐 快乐 一幅画 一幅画玩雪涛的 几年前 我跟我老公 到武汉 去玩的时候 就看到了这个 一会儿 就把他买下来了 在哪看见的 武汉 武汉 武汉市场 对 武汉 多少钱买的 几千块吧 几千块钱 滑雪涛 你说几千块钱 能买来大师的作品 那时候是给我捡了个漏 那时候我们湖北人 都对外地的这些画家 他们都不知道 所以我们就超前了 我们的意思 我就很疑问 是不是他一开始 就是画成这样的 还是说上面那半截 是拼上去的 不是拼的 本来就是这样 他是本来留了一个空白 他是留给名家的 对吗 可能要留给一些名人 来给一个提画的 提点是 请你专家怎么说 王晓涛先生是 我们近现代 最有才华的 小写议花卉大师 如果按照这个年款来说 上面写的是 丁亥秋八月画的 这个是1947年 应该他是 35岁左右 正是他 经历最为旺盛 风格已经成熟的时期 我们看这个画呢 确实 他这一片山石 花草 画的水头很足 墨法呢 也很纯熟 但是这幅画的提款 和他上面的两只草虫 不够水准 性比比较实质 草虫的 洗布 和神态 也不够生动 所以我认为呢 这张画 是一个防本 不过几千块钱 还是可以玩一玩的 这个超过一万就不值了 谢谢您参与 谢谢 谢谢 好 来看下件藏品 这是什么东西 我们介绍一下 这是一堆花枯 是民国时期巨人堂 袁世凯的官瑶 是我太爷爷的 我太爷爷是军政府的 他参加过辛亥革命 推翻了袁世凯之后 从武汉带回来的 把袁世凯政府推翻了 你太爷爷去袁世凯家里 弄点花瓶回来了 袁世凯时期离现在还比较近 到现在为止 还很少听到有人收藏 袁世凯官瑶这一说法的 我还是第一次听 非常美 造型 还有上面的画 我觉得他应该是那个年代 因为是近 让我们专家看一看 好不好 好的 慢点拿 两个呢 这是一个巨人堂款的 腌制红柚的 有加粉彩的草虫花卉 一个花菇 巨人堂是袁世凯 他所居住的那个地方 这个时期他仿效 历代皇帝都要烧造 官瑶四季 他就派了一个叫郭世武 他叫郭宝昌 到景德镇去设立瑶 烧他这个红线瓷 烧出来一批呢 他还没敢用红线 粘制这个年号 用的是巨人堂 这个堂名款 但是烧出来以后呢 83天的皇帝已经破灭了 下台了 巨人堂款 这个款名的精美的瓷细 应该是红线的官瑶 而写红线粘制的 应该是当时仿烧的 那您看看这对花菇如何 这花菇呢 制作比较精细 绘画画的是昆虫啊 画的草虫啊 画的还比较制作规整 还精细 应该属于这个民国时期 就是仿这红线官瑶的 这东西呢 虽然不是当时袁世凯下令督造的 但是当时就仿了这两一对花菇啊 那几位猜下价格 好 来 腾林请翻牌 20万 你给这首开的价格挺高的呀 高吗 这价一对民国的花瓶 哎呀 20万 我说姑娘 她出20万 你就20万卖给她 你看行吗 不行 我觉得便宜了吧 好 你看 你是心里有价位的 20万太少了 晕带翻牌 她出的正少 看看你们队里长能出多少钱啊 来 基本价 123 30万 这30万价格满意吗 嗯 算是满意的 还差不多啊 2012年5月11号的天津 就文物公司的开卖 有这么一个巨人堂款的橄榄瓶 拍了12万3 那么这两只呢 和它比较起来 那么两只的价格应该都是在30万 那这一轮呢 猜价格比价格诸身巴有的 汪野晴瓷版画 这是云菜队的 价格是最高 胜出 云菜 获胜者就是云菜 有请湖北黄学院副市长 湖梅林美军代颁奖 本端午这边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再次祝各位节日快乐 一起吃粽子吧 再见